音乐 好 冷卫游戏天天开心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欢迎您再次收看冷卫的游戏频道 没有错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稍微聊一聊 武和的版本之子 也就是号称武和的毒瘤 我们的最强反击型英雄 神孙坚 那不得不说 冷卫其实有跳过一支影片 就其实在之前有出全民狂欢 那有神魂秧的复刻 那冷卫因为觉得角色复刻有点太多了 所以冷卫自己就没有在拍了 好 我们进来跟大家稍微聊一下 神孙坚这个角色 让冷卫稍微领一下 我现在早早有没有人有神孙坚 那必须要说 神孙坚 我看了陆福大部分的影片 几乎全部都是粗套装 闪套的相对来说少很多 他不像刘备有很多玩闪套的 我看神孙坚 几乎九成 都是玩我们的 亡灵套的 只有少部分的是玩我们的轩辕 或者是说 用极少数的闪套这样子 好 我先派个人 好来 我们来找找看 有没有人有那个神孙坚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先来看一下他的属性 来神孙坚应该很快就看到了 版本毒瘤啊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吧 神孙坚远战每回合结束 治疗我方前军50%伤兵 我方前军受到敌方部队竞争攻击时 可触发刺甲效果反弹100%伤害 每提升一级叙事 前军基础兵力提升14% 近战回合伤害加2% 再来 觉醒效果 智力加7统帅加3 我方护盾治疗增援兵力效果加50% 刺甲进化为怒盾 可将所受的竞争伤害200%反正给敌方 并且每触发一次怒盾 前军攻击加5% 最多提升到30% 轮回觉醒 我方前军受到敌方部队竞争攻击后 有50%几率额外触发铁衣效果 为我方前军召唤自身最大兵力的10%护盾 好看完之后大家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没有错 这一只角色主要主要主要 就是冲高坦度 靠反击来打伤害 当然大家看到重点 敌方部队的近身攻击 等于他是靠近攻击才有 远距的我不确定有没有 因为冷月确实没有 很少看到瞬间这些角色的对局 但是冷月爬了陆服的很多文章 都说他是武和的版本之子是最大毒瘤啊 毕竟反正效果确实很痛 你像什么 接触型的近战英雄 例如我们的像赵云以步兵为主 马超以骑兵为主 祝龙半军流的也是以骑兵为主 像这种会贴身打的 基本上都急怕瞬间这个角色 所以他被称作为版本毒瘤 我个人觉得好像确实是如此啊 毕竟在刚出的时候确实非常强悍 所以官方才会出了一只战如剑 来反制过强的神孙间 好那神孙间 基本上冷月看到的九层配置都是这一套 就是王魂套装 那王魂套装主要重点是什么 近战首回合发动号令王魂 将敌方以损失兵力30% 转化为海骨尖刺跟海骨战甲 海骨尖刺会打敌方的后军 海骨战甲会覆盖我方前军 承担全部伤害 那搭配其他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 尖刺可额外消灭3000兵力 3000兵力算很痛了 海骨战甲可额外获得3000护盾量 然后再来 号令王魂10 可将我方以损失兵力20% 转化为尖刺跟战甲 等于说我方的损兵一样会纳入 他整个转化的一个效益当中 再来 发动号令王魂10 可将额外将敌方以损失兵力30% 转化为海骨尖刺跟海骨战甲 这是额外等于再多30% 然后最后 海骨尖刺有机率展落敌方英雄 海骨战甲消失时会增援兵力 等于是回血这样子 然后再搭配我们的王魂徽章 每张被一件王魂套速敌增伤 然后再加四围 然后装备五件王魂套对战速敌再额外增伤 装备五件金色品质王魂套时 我方前军可额外获得两次会导致豁免全灭的攻击伤害 我方英雄不会被斩杀 好那就是我们大致上看了一下这些王魂套的一个效果 那不得不说王魂套给孙坚一个非常大的增幅在于说 他额外给了他近战时的一个护甲 加上海骨尖刺类是一个攻击输出的手段 这样子 等于说额外强化了孙坚本身的续航能力 以及他的一个整体的反正效果 那不得不说 孙坚目前看到就是出这一套是最主流的玩法 很少看到其他套装的 单人称来说还是有 那出装方面出技能方面呢 会以持续性的输出如同我们的战毒 然后再就是以拼四围为主的 例如我们的霸军四项那类型的技能为主 然后圣甲死斗这些要脱回金刚 这些续航型的或冰种争议的效果 也都是非常的重要 那讲真的啦 主要主要主要 你可以把孙坚当作一只坦型的冰种将来看 那他的重点在于他的反正 他的整个护盾的效果 你能够让他越坦 能够让他越肉 那他就越强悍这样子 毕竟他就靠反弹伤害作为一个击打输出的 所以说像是圣甲死斗金刚鼓舞这类型的技能 基本上都是蛮适合孙坚的 那为什么会没有选鼓舞 因为孙坚基本上都是拖到近战回合再做一个输出的 所以死斗会比鼓舞的效益来的更好 那像战毒这种拖回合数的持续伤害的 强度也是非常的高 那至于冷月其实不太清楚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带那个霸军 两仪跟四项 我们来看一下技能好了 因为冷月其实有点忘记技能的效果是什么了 来我们看一下霸军 原二发动忽略触发型辅助技能 按我方前军兵力的15%消灭敌方前军兵力 若战力高于对手可额外消灭目标兵力 发动霸军后若敌方兵力低于一半 全军进入战力状态 好冷月知道为什么要带霸军了 因为我们刚才前面有说到 孙坚出的越肉越好 等于说他的基础兵力只要越高 那他的一个反伤效果就越好 等于说他可以单次扛到伤害就越大 所以霸军他是吃前军兵力的 等于说你兵力后打出来的伤害自然就高 所以霸军非常的合适 再来我们的圣甲就不用说了 增加续航这就不用看了 两仪远二发动对敌方前军造成222%伤害 若武力或智力高于对手会连发一次 若双方性别不同 两仪必定暴击 首次发动两仪后 可将伤害的50%转换为生命能量 用于增援我方战损较高部队的兵力 好 知道为什么了 重点在于高阶效果 他的回血效果 再来四项 直接消灭敌方后军12%最大兵力 四维总数没比对手高时 四项可额外消灭4%兵力 最多额外消灭20% 然后近战回合 我方即将按比例损失兵力时 减免25%效果 若战场中存在任意气象 发动四项时可导致目标混乱一回合 好看懂了 主要是用来削减敌方后军 这是孙坚比较弱的一个弱项 就是后军的部分 好那看完了之后可以大概明白说 哎孙坚的初技能是怎么来的 那有很多人都好奇说 哎冷月那我真的不能玩闪套孙坚吗 认真来说啦 你都已经玩到神孙坚了 孙坚有神没神 神强度差非常多 所以建议一定要有神 没有神的话孙坚就可以考虑 就没有那么急着要玩了 因为有神没神差很多 光那个反弹效果差100% 一个100一个200 这差距就非常大了 好那 如果孙坚 你真的想出 闪套的话 本人建议就是以续航 跟兵种强化为主要的选择 那首先武器的首选 个人反思良久 原本想要说可以出这个正铁锤 正三锤 那 不得不说正三锤其实是可以的 玩一个格挡跟增加兵力的效果 但是因为格挡基本上 他会抵消掉部分伤害 那你反正伤害相对来说就没那么高 所以如果你是要以反正为主的话 那乌铁正三锤 效益会相对差一点 但他对于保全兵力这件事情来说 他的效果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如果今天你要玩乌铁正三锤 那我觉得是ok的 让我先确定一件事情 我记得他前军应该是步兵没错吧 我应该没记错吧 登登登登在这里 ok前军步兵后军方式 没有记错非常好 好了再来 其实他首选并不是乌铁正三锤 而是我们的双骨 雌骨剑 重点在于说他要做一件事情哦 他需要开到金色的效果 来我们看一下金色效果是什么 魅力加3 我方任意增援兵力效果提升35% 若我方英雄行动时 总兵力低于50% 全军获得逆袭状态 伤害加25% 保持于本次战斗 等于说 他要的就是那个 增援兵力效果提升35% 用于大量回血的时候 就你要搭配其他增援的技能 或增援的装备 来辅助他的增援效果 让他可以达到 非常强力的回血 保持一定的续航能力 那冷月自己觉得啦 以这两把装备来说 会是目前比较适合我们 瞬间玩闪套 或者是玩封印的部分 那当然我觉得最好还是出黄灵套啦 然后搭配我们的 双骨剑的封印金色效果 先凌封印一下 然后你可以考虑 装备部分可以考虑出其他的 就第六件装备的部分 出其他续航的装备 我觉得都很不错 哦不对 第六件装备已经绑定了 就那个亡魂徽章啊 封印部分可以考虑 雌雄骨剑的金色效果 好再来作奇部分 冷月自己觉得啦 如果你今天真的要走散套的话 木牛牛马 我自己觉得效果是非常好的 来他首先他也是一个增援效果 大家看到下面是增援嘛 强度120 然后若为我方前军增援兵力 强度为80 好那搭配我们的双骨剑 可以让增援的效益再次提升 等于说回血会回的更多 那今天你说哎 冷月我错过木牛了 我没有买到金怎么办 那我自己觉得啦 圣灵路他是一个第二的选择 那就算你今天 木牛跟圣灵路都有好了 我也会建议把圣灵路的金色效果 绑在我们的仙灵封印里面 我自己觉得效果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回血增援强度400% 混战混战 好再来宝典部分 那首先宝典部分的话 我自己觉得啦 太平清领书是一个无课 就是你是只有单纯课神瞬间 跟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像是什么 金色的 持终双骨剑 大家记得吗 要靠紫系东来 然后以及我们的金色圣灵路 金色木牛 那我觉得如果今天是维课玩家 就是没马在课套装的话 太平清领书 这个免费的东西也是很不错的选择 然后再来 如果今天你是要打内战的话 我自己觉得你考虑 孙并兵法也是一个不错的效果 那当然可能要同时 第二件装备绑一下孙子兵法 两者做一个配合 我觉得比较好一点 那当然因为冷月忘记孙子兵法在这里 哎对可以绑一下孙子兵法 相对来说我觉得好一点 那孙子兵法呢 如果今天你缺四维 然后你刚好没有学兵法 或才学的话 哎呗 讲错了 今天如果你是以孙子兵法 来做一个绑定的话 我自己觉得啦 兵种技能伤害 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或者是战力高于对手 你靠高战压低战的话 来个远方伤害增加 我觉得也OK 这两个选一个吧 那免伤的话 我自己觉得 除非你真的战力很低 然后你是真的要扛大佬的伤害 不然我会选择紫色或金色效果好一点 那再来就蓝色效果 就如果你是低战硬要打月战打高战的话 那就是蓝色效果这样子 当然啦 其实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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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我们六滔跟三略啊 啊对冷月现在又重回这个轮回了 所以我开始抽这个轮回这样子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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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待冷月看一下六滔跟三略那一集啊 有点忘记他技能效果是什么了 因为真的很少人出瞬间的闪套 所以很多冷月的装备都要稍微 额外再看一下这样子 啊我找我自己的影片啊 我们的 六滔跟三略是哪一集 诶我看一下 啊仙灵大災问不是这个挑战 咬直胜艳也不是这个 诶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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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哦找到这里护卡法宝这一集 第三期啊 自己看自己的影片感觉有点尴尬 我要避遇如意不是这个三略找到来 三略工兵方式速度提升抽防后军提升 然后步兵防御好 好 ok 那如果要绑六滔跟三略我自己觉得也 ok 就绑一个组合这样子 那看你我自己觉得啦 主带要是六滔 就加步兵跟骑兵的那个 然后另外你的绑的 三略的一个效果就要把 我们的金色效果这样子 远战回合后军增伤15% 免伤加24%那个 就做一个搭配这样子 好再来 提升部分 那长弓信登这个免费的 效果非常好 是一个可以选择的选择 再来 我们的练妖狐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武力跟智力提供攻击 魅力跟统帅提供防御 这个也是非常效果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不得不说 然后再来 我们的匈奴烈九 是一个下下策的选择 就他不是到太好 毕竟是旧装备 但是他的金刚持续一回合 效果其实还是很不错的 所以匈奴烈九也是一个可以的选择 然后再来 如果你真的真的没有装备的话 胡球披风也是一个 勉强堪用的选择之一 但不得不说确实没有到太强悍 然后再来 我们的青梅 就是免疫控制 免疫控制跟加格党加暴率 然后跟英雄技能减伤 但智力高于对手基本上没机会 除非打武将内战 青梅也是一个可以的选择 我们的麻沸伞 今天就如果你有选择急救这个技能的话 然后也有忘忧的话 麻沸伞也是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之一 那当然啦 你如果搭配你自己要看清楚你技能是绑哪些 不要单纯就是什么 冷月兽这个可以用 抓上去之后结果你没学急救没学忘忧 那你这个技能就白装了这样子 那当然啦 因为这些都是要额外在课金取得的 所以如果要以不花钱来说的话 长弓信登跟练妖狐这两个 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好最后的我们的令狐的部分 令狐的话呢 初期的三界帅 席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有加兵力跟避免套装的爬伤 然后再来我们的同志虎符 很多人会说 哎为什么同志虎符 主要是加兵力跟统帅智力这样子 那有人说孙坚充智力不是没有用 对智力没有用 但统帅跟兵力有用 然后如果你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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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的话呢 我们的生死符也是一个可以的选择 但我不得不说生死符是一个最下下策的 一个选择 因为他强度确实没有那么高 也不建议大家用生死符 自己真的没有装备的时候才用他的 那当然我们的太极余符没有错 作为一只叠回合数的角色 太极余符一样是一个非常非常 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 强度非常的OK 好 那有人会说那个太空兵符可不可以啦 个人觉得太空兵符的话 效果是普普通通啊 主要是拿紫色效果 所以如果今天你说哎 可能我想不到东西要封印什么 你可以拿太空兵符的紫色效果来封印 效果也很不错 毕竟无限大家基本上必学嘛 没有什么好说的 好 好那这是看完了他的一个出装 那副将部分个人觉得啊 我们的张 张仲景会是一个他蛮好的选择 紫色品质有智力加1 金色品质魅力加1 红色品质可额外治疗10%伤兵 那效果是什么 豁免一次全面伤害 发动一胜在世治疗前军20%伤兵 这对于孙芊来说是非常非常强悍的副将效果 而且张仲景还有觉醒 还有觉醒 我看下张仲景觉醒有没有有有没有恋我看一下 张仲景觉醒也是很恐怖啊 张仲景觉醒张仲景张仲景 我记得我之前有看到啊怎么都不见了 张仲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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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里了 我家老张去哪了 我觉得他觉醒效果也是很赞啊 觉醒之后会更适合他们啊 熊熊熊找不到张仲景的太扯了 太扯了太扯了 太扯了 我也这有点扯淡找不到张仲景 我记得之前不是有人有吗 怎么突然找不到 我记得到了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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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 找到找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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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 这边有一只 OK我们的神张仲景 作为前军副将时主主将伤害加5% 前军副将时治疗增援效果拼益加20% 非常非常非常适合我们的神孙间啊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玩散套孙间的话 个人建议 神张仲景也要买一下 1万块再交出来吧 这真的非常重要啊 那有没有觉醒差很多啊真的 好了 最后第二次副将会选择谁呢 我们的后军副将 当然就是我们的刘邦啦 作为副将且敌方主将为男性时 可而外发动寄托鸿门 并男生副将总是特别多啊 我方受到伤害后 若兵力低于25% 立刻发动 增援我方全军5%最大兵力 驱散全部不良伤害 然后再来 下面那个 若我方站立低于对手 发动寄托鸿门时 可而外增援我方10%最大兵力 讲白了就是一样是个回血效果 还有驱散不良状态的效果 也是非常非常适合我们的孙间的 好 那有人说汉县帝 有不OK 汉县帝他就是一个 你真的真的真的没有选择的选择 但汉县帝也是OK 强度也是很够的 尤其他的觉醒啊 那冷月 我再找一下我神汉县帝的觉醒影片吧 我觉得翻人头不如翻影片了 等冷月个30秒啊 汉县帝啊汉县帝 神汉县帝啊 我的神汉县帝每次都要找真是 有点麻烦 太冷月自己想要做一个那个 所有角色的觉醒跟轮回的一个 Excel了 OK找到了作为副将时主将免伤加5% 作为前 烤摇 跑掉了 作为前军副将时主动技能变成王者风范 对地方前军造成伤害 并为我方前军添加强力护盾 护盾 存在期间受到不良机率减少至20% 他也是一只非常非常强的 而且非常适合瞬间的一个 副将 那当然一样让他觉醒 因为他主要是要吃他那个上顿跟不良机率减少 还有那个免伤5% 没觉醒会差非常的多 好那不知不觉呢 这次孙坚这个角色也聊了快半小时了 21分钟的影片好长啊 那我们一路介绍了出装技能的选择部分 那技能选择部分等约讲个概述而已 以续航跟持续伤害为一个主要的选择 那大家看到该我们有解释说为什么要选择霸军四项跟两仪 大家都看到那个那个解释的方向在 那基本上我不得不说啦 孙坚目前我看到的所有都是以高克为主 就克金程度克很高的为主 所以以为克无克来说要把孙坚玩到真的非常强 难度确实会有点高 再加上我们的 我来看一下我们有没有占如箭 我现在需要是占如箭了 占如箭 熊熊找不到占如箭 我的占如箭在哪里 没有占如箭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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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大家都没有吧一定有人有啊 一定有人有占如箭吧怎么大家都没有 不要跟我开玩笑 我的占如箭 我的占如箭 哎开玩笑 大家占如箭都封印掉了就对了 哨 不是这是哨鱼箭不是占如箭 我还想说看到了 这是封印龙鳞刀也不是啊 啊我的占如箭也找到他去啊 为什么突然间找不到任何的占如箭啊 占如箭什么都变那么稀有了 哎不是吧 我想找什么都找不到是是怎样 占如箭这么稀有吗 哎不是不要跟我开玩笑 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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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买占如箭 哦不是这叫虎头战金枪 不会没有人买占如箭吧 哎那开玩笑我要自己找影片了 再稍等我一下哈 占如箭 哎占如箭这把必备 超超强的便宜武器啊 有个人是拿来做吉他公用的啦 那我来看一下啊 占如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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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 沒有錯 我們的戰爐鍵呢 那可以我承受反擊反正的效果 -80% 就是有效的克制我們的孫姦這樣子 那現在說你打內戰的話 可以考慮封印他的白色效果 就讓反正效果降低 做一個內戰的取捨 好 那我們今天這支影片呢 就到這邊準備要結束了 稍後冷月忘記找戰爐鍵是要講什麼了 剛才突然間腦袋斷訊了一下 冷月都有寫起來說要講什麼部分 但是每次都是寫寫的時候 就哎幹我剛才要講什麼忘記了 講到突然忘了這樣子 那沒關係啊 大家只要知道戰爐鍵是 官方六合出來克制我們孫姦的一個重要法寶就好了 那當然他強度也非常的高啊 那把鍵真的是非常CP值非常高 冷月都有點後悔沒有刻 沒有把它刻出來 但只要刻了冷月就不是無刻了 所以冷月那時候非常糾結啊 不然其實講真的冷月其實可以考慮刻一下周卡 然後再考慮來個加關禁絕 有8800的鑽石 其實有點少耶 但其實有點少耶 冷月其實發現刻沒什麼黃金啊 沒什麼黃金啊 以及我們自已有的技能的爭議為主要選擇 然後 我們的 我們的什麼那是什麼意思呢 魂域不用多說魂域就是那樣子 正法改臉都練正法也沒什麼好說的 輪回能輪滿那是輪到滿 其他就不用多說了 先靈選擇啊這很重要啊 先靈選擇的話基本上以神為主位是好一點的 像是我們的精神辱收 攻擊敵方前軍忽視所有護盾抵消傷害免疫傷害 或免全力效果造成神法損傷 我方處於無法行動的部隊受到傷害的觸發精神 減免五十八傷害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木神聚盲 我自己覺得也不錯 就是做一個回血效果 提高坦度 然後再來 土神也是做一個防禦效果 貢公貢公貢公不適合貢公 主要是金 木土三神很不錯 然後再來我們的推雲童子 只要開出霧的話強度非常非常的高 再來就是我們的 托塔天王啦 召喚寶塔護盾 增加格擋率 提高續航能力 我自己覺得最適合的是木神啦 就是不斷的回血這樣子 確保自己的續航能力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金神跟 土神這兩個作為一個防禦效果的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推雲 推雲只要有開到霧強度真的非常高 最後是我們的托塔天王上格擋率 主要是增加續航能力 讓自己可以活久一點 那這問題對於反正來說效果就會差了一點這樣子 好 那我們今天這支影片就要這邊準備結束了 主要是利用忍月最近這幾天看的一些孫堅的資料 來跟大家稍微閒聊一下 那不得不說 因為孫堅這個角色是五合出的 忍月接觸真的比較少 他也強了整整一個賽季了 但是陸服 貼壩跟他的討論文章其實不多 只有七頁 那七頁很多人都在討論怎麼越戰這個角色 或者是剛出這個角色的討論度 說多強多強然後全部都是出王靈套這樣子 所以其實他沒有比較多一點有特色的討論 那忍月稍微看了一下也稍微再研究了一下 之後才發現 這隻角色的牆 跟裝備 有很大的關聯性 王魂套是最佳優選 閃套就是變成說你要怎麼找 有增加續航能力的閃套 畢竟他就會吃那個反正效果的 好 那我們今天這支影片就到這邊準備結束了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點贊訂閱加分享 有人想跟我說的歡迎下方留言 跟我TalkTalk 我一定會一一回覆你的 人類遊戲天天開心 就讓我們下一支影片再見囉 See you next time 掰掰 出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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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 出雲 出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